字幕作為李宗盛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劉煉神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無核珍珠珍珠的一個貝 然後中間是用了一個 這個我們設計的一個火蛋白 火蛋白的中間呢 配一點小鑽 讓它看起來不會銜接的怪怪的 它顏色配色是不錯 然後下面有種附屠不同色的感覺 有一個葉子 然後上面還有小鳥 上面有玫瑰金的 非常漂亮的設計 來看一下這一組 我們今天就來講那個無核珍珠 無核珍珠 什麼是無核珍珠 珍珠一般來講 它就是一個磅類的 然後一顆磅類 那我們就是把它的一個 核 珍珠核給它丟進去 丟進去那個磅裡面 那今天那個磅在水裡面過得好好的 然後你把它撈起來 然後在它還沒有死掉的時候 再塞一顆珍珠進去 珍珠合進去 然後再過了一陣子 它可以生出一個珍珠來 那珍珠的話 我們什麼會影響它的養殖 珍珠它就分的很多了 有分淡水的跟海水的 那在海水的裡面又分更多了 海水的裡面 像不同國家 像比如說日本 它們有什麼阿後亞珍珠很有名 如果你發現把阿後亞珍珠 丟到大西地 或者把大西地的 去丟到日本去 那是完全活不了的 因為它們的品種不一樣 那磅類的品種不一樣 那那個磅是我們平常在吃的那個 去我們去日本料理店吃的那個生蠔嗎 不是喔 生蠔它是蚵仔類的 蚵仔類跟磅類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磅類的這個 珍珠 我們什麼是無核 什麼是有核呢 有核就是我剛剛說的 它就會把那個磅 從水裡面撈起來 然後丟一個珍珠殼進去 讓它去生長很多年這樣子 那你今天說那個一個珍珠殼 可能才台幣 假設啦台幣100塊 你把它丟到那個磅裡面 那等到它養好了以後呢 我們是一個漂亮的珍珠的時候呢 它可能要台幣5000塊 10000塊 看它養很漂亮 當然假設說今天它漂亮 它變得很貴 你就說 你當初那麼便宜的東西 怎麼現在賣那麼貴呢 你不能這麼說 因為它們第一個嘛 我剛剛說的 它們要快點把它撈起來 然後還沒死就把它放回去 第一個有技術 然後第二個呢 它們要花時間嘛 然後第三個呢 它們要去顧水質嘛 第四個呢 反正就是有一大堆 它們要去照顧的東西 那換算下來 那個時間成本 其實是一個划算的 就是說 不是 它們不是沒有成本的 也有可能出來了 以後珍珠變成 它們也有 那今天講的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是 無殼扔珠 就是說它沒有放東西進去 當然其實有人說 這個是比較外行的講法 但是 就是比較內行的講法 它們還是會放東西進去 但放什麼東西不一定 可能就是放當初的殼 也可能是放塑膠 也可能是放玻璃類的 它放有人放碳酸鈣類的東西進去 就是還是會放 只是說讓它長得 因為 湖中生有生出一個 很像珍珠肺的東西 有時候也不太可能 對 有人說它會放 還是會放一點東西 那今天就可以長出 這個漂亮的珍珠 那像日本 它們的一個水質很乾淨 第二個它們 溫度也比較低 對 那這個照顧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要注意 它第一個 你要把它當成是蛋白石 也就是OPPO一樣 去細心的照顧它 那如果細心的照顧它 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不要讓它 敷冷過熱 不要拿去靠近廚房 還是哪裡 然後也不要讓它每天去曬太涼 一下放冷氣房 會乾燥 一下又放屋外 很濕 如果東西有被污染 最後如果它有被污染到的話 也不好 所以說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手髒髒的 然後去摸它 其實摸久以後 有可能會變色 褪色或者是怎樣 失去光澤 用布把它插一插 然後再把它鬆納起來 最好是 跟東西隔絕的話 那是更棒 那這次GIA 國際證書的禁定上面 它會不會幫你判斷說 你今天這個是淡水豬 還是海水豬呢 它也不會判斷 不過通常有時候 如果總地很明確 它會寫總地 就例如說這個是大基地豬 那就代表是海水豬 那海水豬一定是比較貴 那淡水豬的話 它不管是淡水海水 都是人工養殖的 但是那個 海水豬的話 它就比較貴 淡水豬的話 它比較 假如你要吃的話 你嘴巴要吃的話 它會比較 腥味比較重一點 然後也比較便宜 這樣 那你就說海水 為什麼也是養殖的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 幾乎沒有天然的珍珠 你要說這樣 你去游泳 看到天然珍珠幾乎是沒有利 對 現在幾乎都是用養的啦 對 OK 那我們今天一定是介紹到的 社交媒體驗 跟你們講 掰掰